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看看留言吧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朋友 昨天都给我们留什么了 我们有个铁杆的经常给我们留言一个粉丝 一看到他我心里就得到很多安慰 我还在想说 这两天这人怎么不见了 怎么都没跟我留言呢 你去哪儿了 我们来看看他接着说什么 他说 谢谢Felicia 但你说错纽约市长的名字 纽约市长是叫白痴豪 原来他不叫白痴豪 这个市长是没脑 不会思考 叫他白痴豪 都是高举他 还有纽约疫苗不止100 曾经最高价500 还有免费的大烟供应 纽约现在很快有大烟馆 不过很快会取消疫苗步骤 因为他们的目标已经达到了 诸党可以死别人 但不会死自己 诸党超级怕死 我觉得他说的是 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事情 首先就是关于 这个Bill Veraccio的这个名字 他最记得说白痴豪 我最记得就是他在那边吃那个 漢堡 Burger 我觉得好恶心 而且不是很雅文了 对 就是我妈从小就告诉我说 吃饭的时候不要讲话 她就在那边 你want these fries so good 他就是这样看你 这就是这群elit这样子看你的 他们就是觉得说 你就是那群savages 我用一个汉堡就可以收买你了 你们这群弱智 你看那个大麻烟好棒喔 来来来来 你去打疫苗吧 好好吃喔 oh look at these fries 真的是太恶心 你是怎么样子看你自己的人名的 纽约人可以选出这样的市场 真的是太厉害了 然后这么不尊重你们自己 然后这么不尊重整个社会大众的 这么不尊重他自己 在大家面前边边讲话边吃饭 然后弄露出这么恶心的东西 在节目上 你像我们录节目的时候 你边讲话 然后我在那边讲一个口香谈 这样子多恶心 那我可能节目做两期 我又不是话来 然后我们看下一个 好 最可笑的就是 打了疫苗的人 怕没打疫苗的人 这么反常识的事情 可是人们就是不愿意思考 他们会找一大堆的理由 找很多很多的理由 就可能打了疫苗的人 就不会再想说 那为啥我打了疫苗 我还要怕那些没打疫苗的人呢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 一个思维的反应吧 但是他们就会找很多各种理由 你看 我们先把注意力 转移到那些没打疫苗的人 对 你看他们不打疫苗 就是因为他们 才没有办法实行群体免疫 他们就是说什么 要全部的人 一定要多少%的人 然后怎样怎样 某个某个专家说出来的什么什么 然后这个什么科学报告 这个根本就没有这些事情 一点都没有这样子的东西 疫苗护照这个东西 是彻底违反宪法的 就像你如果说怀疑一个人 有艾滋病的话 你不能说 你把你的写报告弄出来 你证明你没有艾滋病 对啊 真的很歧视 对这个是一个个人隐私的一个东西 疫苗护照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违宪的 然后你要证明你有没有打疫苗 本来就是违宪的 政府没有资格去 叫你去做这个东西 但是他们现在就是为了要 跟这个说的一样 他们的政治目的其实就是要控制 其实就是要把你把这些隐私 还有你的个人的所有的权利 全部都交给政府 他们要的只是这个东西而已 最好的方法就是吓唬别人 对 撒旦唯一的一个算是权利就是死亡 他就是让你死 他就是用死来威胁你 就像欧巴马 我们那天看那个欧巴马 那个气候变迁的东西 他想说 vote like your life depends on it 投票就好像你在投你的生命一样 你如果不投民主党的话 you're gonna die 你会死的 在事实上 你投民主党死的臭亏 对 你有没有发现民主党 什么东西都是跟死亡有关 然后什么小孩会死 女人会死 黑人怎样死 然后亚洲人怎样死 他就拿这个死来吓唬你 对 基督徒 我们不怕死 我们现在祷告会才说 不怕死 死了哪天 那就是回前程领奖赏的时候 那样 那样 好来下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 我看完他流的这个言 我感觉好难过 就是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他说我的朋友同事的孩子 6月份的时候打了第二针 不知道是辉瑞还是莫德纳 引起了全身的血栓 在ICU一直住到昨天晚上去世了 孩子原本非常健康 没有任何问题 第一针反应也不大 没想到第二针打完就这样了 孩子的妹妹也打了 没有副作用 就是没那么厉害 孩子父母都崩溃了 也内疚死了 大部分家长都以为自己在保护孩子 才给他们打针 没想到被他们信任的人机构政府给骗了 好难过 好难过 因为我其实也认识很多这个基督徒的朋友 他们是对没有打疫苗的人是非常难以理解的 然后是会用比较另类的眼光去看的 但是当然了他不会是就我的那些朋友 他不会是说强迫我 你一定要去打 你赶紧要去打 如果你不打你就害死别人 这种话他们是没有讲 但是 就是当他们知道我选择不打疫苗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们那个表情神情都是非常奇怪的 对 而且 但是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种时候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神情也很奇怪 因为我听说他们给他们家小孩子都打疫苗的时候 我也啊 然后我们在那边对着就啊 所以这就是两群这个思想观念不太相同的人哈 我在那个昨天新闻里面大家也看到 这个比流感致死率对于小孩子来讲还低很多 小孩子在这个东西下面其实是非常安全的 如果你要去看车祸 那那个死亡率是更高更高的了 对啊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对小孩来讲根本就产生不了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但是问题是你看到打了疫苗 然后你就是想说要保护自己没想到打了疫苗却杀死了小孩 对 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内疚难过的事情 我知道一个人他才刚过50岁而已 哦 对然后他就是之前打了疫苗然后打了两剂 然后呢他50岁生日他隔了一个weekend之后他本来还请假哦 然后结果星期一也没上班星期二也没上班星期三也没上班 后来就打电话进公司说他们以为他是中风 但是好像不是 那目前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很有可能就是血酸这样子的东西 那是什么我不知道啊 那问题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就是没有东西证明说这个疫苗不会有失 而且政府给这些制药厂特权说你 如果说你的病人打了之后你发生了任何事情 不是跟这些制药厂公司还有保险公司任何的责任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对 你任何一个药物打到你的身体里面 如果你出事了 不知道找谁 对那个人还有三个儿子 OK 虽然有些都比较大了啦 但是他就会失去他的人生接下来的 因为50岁是很年轻的年纪 对 然后 那照道理讲打疫苗应该也不会怎样 不打疫苗也不会怎样的一个年纪 对 那他选择去打了疫苗之后 反正就是现在这些东西没有一个人要负责任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疫苗如果说要全面施打 但是又没人负责的话 到底是为什么 然后这个是要大家好好自己去想 所以说自己去做决定 然后自己的风险 还有自己的人生 你是要跟他赌一下还是怎样 真的你是voke with your life OK 跟欧巴马讲一样 真的 对 投他你就死了 我跟你讲 OK 遇到这样的事情真的是为了台湾的家人祷告 然后为了世界上大家要去打疫苗的时候 你想想看本来没事的 疫苗致死率0.03 打了之后 啪啦 你本来没打之前你还被保险cover咯 你打了之后保险就不cover咯 而且谁想要出事 我们也听说有人打完疫苗残疾了 本来很健康的人没有什么基础经验的 你打完了之后残了也好死了也好 就算有人负责 这也不划算吧 就是谁想要说出了之后你负责 你赔我多少钱或者怎么样 我我宁可不要这个负责 我也要身体健康嘛 所以说这个疫苗这东西真的都要想清楚 然后再去做决定 疫苗有没有救人 有救很多人 尤其是年龄大的人 对 年纪很大的老人 对65岁以上的人很多活下来就是因为有这个疫苗关系 你要不要去打这个疫苗 真的是你自己去 你要去做这个决定 然后政府不应该有任何资格 来去逼迫你去做任何事 哎对 所以就是很多可能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也是打了疫苗的 然后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打疫苗的 所以我就想说呢 就是不管这个人选择他打疫苗还是不打疫苗 其实我们不应该有任何另类的眼光去看 或者对这个人有任何的敌意 就是因为说哦这个人他就是提倡不打疫苗 或者这个人他就是一直提倡要打疫苗 不应该用这一方面去分化 因为这的确是敌人 撒旦的一个计谋 我们不应该用这种就好像说 你选择打流感疫苗 我选择不打 等等等等 一样的东西 你选择接受什么样的医疗治疗 是你的事情 这个是他的事情 所以我们不应该从这个方面产生任何的分别 尤其是基督族之间 对吧 神告诉我们说要互相相爱 我们当然期望每一个人都做出对自己身体最健康 最好的一个选择 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人因为年纪太大 然后没打疫苗 结果生了病死掉了 或者是因为身体很健康 打了疫苗之后死掉了 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在爱惜里面 然后彼此为大家代祷 希望每一个人都健康 不管你做出的决定是什么 不管你打疫苗还是不打疫苗 所以这些都是特别没有必要的事情 我们也不需要有这种东西来分裂我们 那我们报新闻呢 就是基于一个事实的立场 我们看到这些报道 我们看到身边真实的发生这些事情 就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还是大家呢 打疫苗不打疫苗自己去判断 多上网看一些证据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你自己根据你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判断 这个应该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好那在这里呢也真的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顺顺利利 做一切的事呢 都有神来保守 也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那接下来呢 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非常好看的一个环节 叫做神奇传播 他们给我们提供的非常好看的 传福音的小动画片 好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动画片 拜拜 我是弗丽莎 我是Eaton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老王的朋友小李有事想请教老王 就约了老王在咖啡厅见面 老王 老王教会 我是真的很想了解这个上帝的道理 那很好啊 不过我们家几代都是烧香拜拜的 拜的还不止一尊神明呢 家人们认为只要有信仰 最后反正都是殊途同归 可是你们说只有信耶稣才能进天国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问题啊 我之前也纠结过 以为瞧瞧大陆通罗马 最近我才弄明白 我是真的错了 哦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呢 你看 从我们这儿 没有任何一条公路 能通罗马 更没有任何一艘游轮 能够登陆月球 对不 对啊 我们不少华人都误把形容词的成语 殊途同归 当成科学道理了呢 其实每个宗教信的都不一样 我简单的以国教与基督教 做个比较说明 希望你能够明白 好呀 我想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哦 好 首先基督教相信这个世界独有一位创造的主宰 时空物质的存在是有起点 而且现今这个世界最终会结束 而佛教却说 没有这样子一个创造的主宰 并且这个世界是无始也无终 所以啊 这两种信仰在起源和终结上都绝对不同 摆明了两者没法同时都是对的 哦 这样光从道理上来看 他们两个就互相抵触 不可能同时成立的呀 是啊 再说基督教是承认人必须靠救主耶稣所付出的代价 才能由最终得救 而佛教却相信人可以靠自己的善行 积功德来自救 这说明这两者得救的途径不同 最后再讲到人死后的归宿 基督教讲天堂地狱 而佛教讲六道轮回 我相信我以后去的是天堂 如果是六道轮回 那就得去recycle了 你觉得你下辈子会变成什么呢 下辈子 我这辈子最喜欢吃猪蹄膀了 如果按照因果报应 哎呀我的妈呀 我会不会变成一头猪啊 这是你说的 笑里啊所以你看 这两个信仰从起点路径到终点 统统都不一样 那又怎么可能会殊途同归呢 这个有道理 这个问题我就懂了 谢谢你 笑里啊你真是聪明人 一听就明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拜拜